京美市三重有兩名移工失年了兩年半 平常是靠著打零工為生 日前在工地旁邊遇到巡邏遠景 突然是起身往不同的方向走去 遠景就覺得有異狀 上前盤查 他們竟然是心虛逃逸 其中一個人還是通氣犯 雖然是逃往了水池跟躲了菜園 但是還是雙雙被警方逮捕 霹靂小組繽紛多路 百米追捕逃逸犯嫌 身穿菊衣頭戴工地帽的男子在逃跑過程中 還蠟探摔了一跤 但仍然迅速站起身子 拋給警察追 要跑 再跑 衝進建案工地發現裡頭沒地方躲 又跑了出來 還是不死心頑強拒捕 去哪裡 跑去哪裡 拋呀跑 衝呀衝 似乎已經耗盡體力 乾脆躲到地下停車場蓄水池裡 以為沒人發現 結果 出來出來 人是出來了 但是你的衣服咧 原來范嫌在逃跑過程中脫掉 顯眼的橘色上衣打赤箔躲藏 以為圓警認不出來 但這種雕蟲小技無疑是在掩耳盜鈴 而另一頭他的同伙也被逮個正招 警方兩面夾擊 范嫌進退兩難 只能舉雙手投降 事發就在二十四號下午三點多 遠警來到新北三重巡邏時 工地旁的陳姓以及裴姓越南籍移工 突然心虛拔腿狂奔 陳姓移工跑到菜園 另一人則是逃往建案地下室躲藏 兩人被逮捕後 警方發現他們都是失聯兩年半 其中陳姓移工還是地檢署 發佈的洗錢防治法通緝犯 理想背景雖然不容易 但也不該鋌而走險挑戰公權力 記者 萬家衛新聞報導